虎戀注定了 我想到虎海 虎海 虎海 天海 我平時就是說些無謂的 我本身自己是喜歡可能 可愛型的 我不是說你不可愛 性格來說絕對是 但是可能 如果 他做這一行的話 AN730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姜濤 大家好我是Jessica李嘉文 大家記得入場看 我的天堂城市 其實因為自己演戲的經驗都不多 所以每次 如果有演戲的機會 其實都不敢挑戰太 跨度太大的角色 因為本身自己 對於演戲的 興趣是有 但是經驗不多 所以這次這個角色 都是 有一些共鳴位是自己很體會到的 包括這個角色的經歷 他的故事 和他的性格 其實都很巧合地 很貼合自己的性格 所以都 算是一個 小挑戰 但是又不是太 不偏離自己的角色 那你說如果好像 跟這個角色有同樣的感覺 掌控全世界的話 應該都是在舞台上 因為這個是 作為歌手表演的時候 你必須要具備一種心態 如果不是的話 都比較難會有一個 好的表演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觀眾都會 解決到你的狀態如何 這個都是我選這套戲的原因 就是 不想自己太在意 自己的包裝 因為我覺得演戲是 你需要放下很多自己舒適的東西 所以 在不同的環境 自己都趁這個機會 可以一邊放鬆 一邊去學習 最不像自己是什麼 最不像他有女朋友 還有讀過大學 還有他本身的英文 是需要很厲害的 所以這次因為這套戲 而他特意練習了一些英文 希望觀眾看起來 就不會有太大的維吾 因為本身我的英文 都真的不是太厲害 本身因為在香港的時候 就有看很多英文的頻道 再加上去到那邊 又不是馬上拍戲 也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去熟習這個環境 所以其實都很好地 導演又給了一些台詞 也不是長台詞 是自己處理到的範圍之內 就好一點 其實我自己的個人經歷 是跟劇中Vulu的經歷非常之相似的 又是自己一個走過去紐約 紐約其實就是我的天堂城市 但是當中都有遇上迷惘迷失 是一個很孤獨的事情 因為異鄉沒有家人 剛剛去到的時候 一個朋友都沒有 什麼都要自己來 有時候很辛苦的時候 又不知道可以跟誰分享 因為可能時差的問題 你想找香港的朋友分享 又擔心阻擋人 還有你經歷的事情 但是未必別人會明白 所以有一段時間都很迷失 很迷惘 跟故事中 其實第一、第二個故事 我也有很相似的經歷 尤其是第二個故事 導演在塑造Lulu的角色的時候 我跟他聊了很多 其實裡面加入了 有很多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元素 其中有一些對白 也是我現實生活中 真的有說過的對白 例如是誰呢? You are my new york 我真的有跟前男友這樣說過 其實那段感性也是很遲 知道有感情線的時候 其實都不太緊張 尤其是我們都是香港人 所以一見面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其實我覺得他 是因為他性格的問題 他都很平易近人 所以沒有太大的距離 我本身自己是喜歡可能 可愛型的 我不是說你不可愛 純粹是沒有想太多 沒有想過 因為他在紐約生活 美國拍攝 其實只要任何一些親密的鏡頭 其實都會有一個親密指導在 就算在說學生電影 都會有一位導師在這裡 跟你對手 講明說 待會我們做這個動作 你有沒有OK 你有沒有OK 大家都OK之後 他就會跟導演說 他們OK做這個 如果不OK的話 我們就有些選擇 可以選擇 如果你說不想碰手 就碰肩膀 那行不行 所以大家都在一個很舒服 和很清楚 每一個動作要怎麼做的情況之下 去到拍攝 所以親密鏡頭一踢過 就不是難事了 我覺得這個並不是太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說真的 都不小 入行也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所以你如果再有這些包袱 尤其是你演戲 還有一些事情 做得不做得的話 其實都不太尊重這個行業 我覺得是有一個基本的操手 其實一開始怎麼都會有一點點的 始終自己都是第一次 螢幕初吻 但是 因為真的有個指導在這裡 舒服很多 而且其實都知道是劇本的需要 他經常被人拍睡覺 我不會拍你黑圖 我還沒想起 這個是我們傳統 MIRROR的傳統 對 尊重對方的一個舉動 他有時候會問我 或者一個英文怎麼說 然後就走去跟團隊說 他們就會笑得很好 所以我常常很喜歡 說一些爛鏡 然後弄笑人 感情專家 例如他跟你男朋友之間 又有很多 事情我很想聽 我很喜歡聽別人的感情 很豪奇 我會問一下怎樣 跟著他們怎樣 經歷 分享幾個經歷 學到的東西 其實他是經歷 我覺得他是 作為一個女生 他的經歷是很值得分享的 如果有人真的想知道 想問 那 即是真心 真心想知道 那當然是會分享 當然這個年紀的男生 我相信 對外情都有一定的嚮往 但是 我現在不會特別抗拒 以後將來如果有要發生的事情 我都會讓他發生 我覺得都 年紀不小 其實你不用特地說 一定要好限死自己 其實我很明白他的處境 因為我覺得 他自己想拍拖都拍不到 其實 所以 所以他想問我 好好的 多分享給你 因為自己沒有經歷這些 哈哈 你怎樣拍拖 沒得出外吃飯 看電影的 完全沒有 可能要去 紐約才行 哈哈 紐約也不行 要去北極 南極 我覺得最主要看另一半 如果另一半 他的接受程度高 都不是一定是難的 我覺得兩個人 其實 聽完這些經歷 其實兩個人有什麼難關都可以一起過 不過最主要 我看回現在的女生 好像 都沒有幾個肯 跟我們這樣的人一起 因為拍拖是為了開心 但是 跟我們不是開心的 哇 如果 雙方考量之下 如果 對方想的話 我都可以的 但是真的要看對方 因為我作為工作人物 沒有所謂的 說真的 希望不會的 希望不會的 你有六年 哈哈 有點誇張 對 隨緣吧 性格來說 絕對是 但是可能 如果 他做這一行的話 真的會對女生比較 那個女生的心理質素 一定要夠強大 不是 男生也可以的 就說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 我性格很好 你也覺得他很好 完全沒有價值 有溫柔 哈哈 哈哈 好 報名電話下面 哈哈 打爆那個電話 打爆意思 真的有 如果真心喜歡的話 就應該要接受 我都要跟你攀石 爬山那些 露營那些都不行了 露營應該可以 露營都沒有人 你永遠都知道 哈哈 哇 太看笑了 你真的 哇 真的是 太看笑了 那些衣服 太看笑了 那些衣服 哈哈 對面衣服 我都要拍到你 我都要拍到你 古戀注定 我 我只想到苦海 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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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平時就是講些無謂的事 對 羨慕一定有 對 對 每個人的人生都不一樣 對 對 我可能這方面少一點經驗 但是我在另一些方面 例如舞台上 做這一行 都是同樣大家都沒有的經驗 嗯 嗯 我為自己 你不要說這麼豐富 我營造到你很有經驗 你給你少豐富 你只是拍過五次拖而已 哈哈 嘩 嘩 我沒有問她拍過幾次拖 哈哈 五次 我沒有問你有幾段 你自己把我拍出來 不好意思 不是四次 四次 哦 那一次是 哈哈哈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